卡皮欧千里迢迢来台湾准备跟女友求婚的新好男人 却意外度过了疯狂的一夜 小丁傻傻爱着坏男人的台湾女孩 阴差阳错的跟卡皮欧有了一次次的交集 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 呆猛的卡皮欧千里迢迢的飞到台湾 准备在女友生日当天给她一个惊喜 用妈妈给的钻戒 向女友求婚 然而感情这种事却没那么简单 女友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 卡皮欧给女友打电话 女友却把电话抛给表弟 卡皮欧问不出女友的行踪 只能求助于表弟 可表弟的现状 实在是一言难尽 她穿着小背心小短裤 被表姐和一群姐妹绑在墙上 那画面太美 快哥简直不忍直视 台湾辣妹小丁跟好既有金瓜正在一起吃饭 小丁的男友是个渣男 这边跟他处了半年 那边还从戒指给其他女人 小丁气愤的跟金瓜抱怨 金瓜却没时间跟他扯淡 急着赶场的金瓜 与在街头闲晃的卡皮欧 意外的撞到了一起 卡皮欧手里钻戒飞进了下水道 偏巧小丁出门 她在下水道的卡皮欧 不小心看到了小丁的内裤 被对方当成色狼 打了一巴掌 卡皮欧也是日的狗了 好在金瓜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 他向卡皮欧承诺 一定会帮他找回戒指 卡皮欧只好先跟着金瓜去夜店上班 他也意外的开启了台北夜谱之旅 话说台北的夜店果然名不虚传 看着满屋子的美女们 卡皮欧有点懵圈 金瓜要上台唱歌 他把卡皮欧托付给好既有阿辉 而此时此刻 卡皮欧的女友却高喊着要去劈腿 不仅如此 他还把表弟推了出来 让表弟跟着卡皮欧 随时汇报他的行踪 表弟跟卡皮欧阿辉会合 仨人几杯酒下肚 表弟一眼像中了一个美女 俩人勾搭半天 眼看着直奔本类 美女红豆却突然变了脸 原来这就是一场仙人跳 夜店happy moment的来临 女生亲吻身边的外地男生 就可以得到十瓶香槟 小丁眼看着自己男友 跟别的女人亲吻 他一气之下冲到卡皮欧面前 吻了卡皮欧 赢了十瓶香槟 你们城里人真是会玩啊 快个佩服佩服 金瓜表演完 带着卡皮欧一群人去找戒指 可下水道里除了大便 根本就没有戒指的踪影 无奈之下 众人只好去求助大名鼎鼎的风兰哥 风兰哥是一个极皮草 肌肉 胡子 浓妆于一身的神人 他一眼就看中了金瓜 被逼无奈 金瓜只好假装和阿辉是情侣 俩人深情一吻 风兰哥终于同意帮助他们 通过监控录像 众人发现原来戒指被小丁拿走了 众人只好再次踏上寻戒指旅 准备去大猫的party 找小丁要回戒指 路上却被红豆的老人院 后援团拦出了去路 老人们以为表弟欺负了红豆 要找众人算账 一顿鸡飞狗跳 众人总算是赶上了大猫的party 为了给小丁面子 卡皮欧没有第一时间要回戒指 离开大猫的车之后 众人意外的发现 表弟是卧底 表弟也一不做二不休的 把真相告诉了卡皮欧 经过了荒诞的一夜 卡皮欧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就在这时 卡皮欧和小丁的手机一起响了 原来是卡皮欧女友 跟小丁男友勾搭到了一起 却起了争执 两个傻蛋成了那两人堵住的筹码 朋友们想拦住他们 可俩人还是决定要去 经过了可怕的丧尸区 卡皮欧和小丁一身狼狈地赶到了现场 迎接小丁的是渣男的数落 迎接卡皮欧的是一个耳光 关键时刻 卡皮欧掏出戒指 说我是来求婚的 小丁一脸日了狗了 却没想到卡皮欧的下一句话是 小丁你敢吗 小丁大方回应 有什么不敢的 就结婚嘛 走 两人手拉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对狗男女 快个禁不住会两人叫好 过瘾 台北夜游团团传是由前国伟指导 关注要许维恩 郑家纯等主演的喜剧片 这是一部台湾和香港合拍的电影 主要讲述两名台北美男 与两名香港干男 最由台北历经波折 遇上不少荒难事情的疯狂历险故事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吧了